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8月10號,星期六的中午 中午,我看中午幾點 中午12點45分左右 從早上到現在,台南永康區都在下雨,只是雨不大 那今天是榮麗7月7日,情人節 但是在情人節,我只能唱什麼 好啦,請猜啦 那個最近的新聞,令人很訝異 竟然有人是台灣人,假冒是外省人 就是那個翁曉林 他本來說他是什麼,建村長大的 然後你看他講的晶片兒子 也是智政腔圓 從而真的會讓人家誤以為說他是外省人 我在猜啦 就是他故鄉嘉義 嘉義那個什麼族裔裔族的鄉親 翁曉林 很可恥很丟臉 所以一直叮嚀他 你千萬不要說你是台灣人 你就說你是外省人就好了 不要丟嘉義一族箱,翁氏家族的 不要丟臉啊 你要知道,翁氏家族 在台灣曾經出了一位大明星 叫翁茜玉 有沒有,翁茜玉 早期跟林青霞都是響叮噹的人物啊 翁茜玉後來就定居在日本啊 也是 在日本也是大明星耶 那個就是翁氏家族啊 那 那這個 喔 鳥在叫我 那這個啊 這個 有人說他是黃敏啊 這個黃敏我要解釋一下 日本統治台灣 本來是相當看不起台灣人 台灣人能不能從軍 不然台灣人 跟日本人能不能在一起上學 台灣人有台灣人的學校 喔 鳥在叫我 台灣人有台灣人讀的學校 你不能跟 跟日本人混啊 但是後來啦 後來有放寬了啦 就是 你如果說是 大地主啊 就是 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 少數喔 極少數的台灣人 你才能夠 跟日本人 讀同一所學校 喔 那 舉個例子啦 譬如說 那個 現在台南 台南一中 現在的台南一中 在日本時代 你們知道 現在的台南一中 在日本時代叫做什麼嗎 叫做台南二中耶 而現在的台南二中 在日本時代 叫做台南一中啊 你會覺得很錯亂 喔 日本時代的台南一中 變成現在的台南二中 啊 日本時代的台南一中 變成現在的台南二中 在日本時代啊 台南 台南一中 只有日本人才可以讀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小看了 你不要小看了現在的 台南二中喔 現在的台南二中 在以前啊 是只有日本人 才可以讀的耶 然後 以前台灣人 只能讀台南二中 但後來 像我 像我二熟啊 我二熟就是讀 日本時代 他就是讀台南二中 喔 當然啦 當時 台灣人 有錢人啊 除了讀台南二中以外 還有一個所謂 貴族學校 欸 貴族學校 你們知道就是 現在的哪一所學校呢 就是 長榮中學 現在是私立的喔 但是你要知道 以前日本時代 私立長榮中學 是只有貴族 才可以讀啊 所謂貴族 就是日本的 日本高官的兒子啊 有錢人的兒子啊 或者 台灣 大地主的兒子啊 你才能夠進去讀 條件審核很苛刻啊 喔 那 那不然你就要去讀 這個 他們會篩選啊 你要能夠讀長榮中學 你要經過篩選 啊 不然你就只能去讀台南二中 那日本人 那日本人 一般的日本人 就是讀台南一中嘛 就是 台南一中 就是現在的台南二中啊 那如果是貴族呢 就是讀私立的長榮中學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小小看那個長榮中學 你現在去台南的長榮中學參觀 你看他那個 你在大門口就可以看到他有中樓耶 開什麼玩笑啊 全台灣你看過哪一所學校 有那個中樓的 就只有台南的長榮中學啊 你從那個你站在他們下門口 你往裡面看 他們行政大樓 就有一棟棕樓啊 那個從日本時代就有了耶 那個棕樓那個棕啊 古時候留下來的那個棕 那個是相當名貴的啊 你知道嗎 台灣有棕樓的地方不多啦 大部分都是日本的官府啦 官府才會有棕樓 那你看一個私立學校 就有中樓 不得了 怎麼會講到這個 好了 就講到華民化啦 但是 以前日本時代 他們是很看不起台灣人 只有少數啦 就是大地主 大富翁 你才能夠跟日本人 一起讀書啊 好吧 我本來不想說啦 但我就說了吧 我爸爸就是日本時代長榮中學的學生 然後他就是跟日本人 跟日本人一起讀書的 少數中的少數 我爸爸讀書時代他的同學都是日本人啊 因為我爸爸是大地主的兒子啊 長子啊 然後我二叔 我二叔就沒有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沒有讀長榮中學 他去讀那個 台南一中啊 就是現在的台南二中啊 那話說回來啊 日本人 不准台灣人當兵 因為軍人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風氣之下呢 軍人地位相當高喔 然後也不准台灣人 這個黃明化那個 你不能稱自己是黃明啊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啊 你敢說你是黃明你會被打 會抓去關啊 到那個時候才開放讓台灣人加入黃明 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日本人開始跟美國打仗 結果 開始節節敗退啊 這個時候日本的危機感誕生 他怕說 會打敗啊 所以他就開始這樣允許 允許台灣台灣人加入日本軍隊 從軍啊 加入義務役 義務役的日本兵 是正式的日本兵喔 不是以前 以前台灣人 你如果加入日本兵 你的民意 不是軍人 而是軍夫 軍夫啊 挑担子的 或火皇 厨師 這一類的 那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 另外一項就是推行黃明化 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 台灣 黃明化其實 才短短 差不多三年 三年多而已啊 而黃明化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耶 你不是說你是台灣人 你想要加入黃明化就可以 不是耶 他是有審核的啊 審核合格了 你 你被承認為是日本的黃明 就是天皇的子民啊 那你就可以改姓 改日本姓啊 不然你就是漢姓 你如果是漢姓喔 在日本的社會階級裡面是很低的 那也得不到 補給啊 當時 鳥好像在叫 當時的食物都是補給的喔 你如果是黃明 你所能夠得到的補給 就很多 因為當時二次大戰嘛 糧食潰滑 那 那 只有黃明啊 你才能夠拿到充足的 糧票 你才有那個糧票 有糧票 你可以吃到白米 那你如果沒有糧票 抱歉 你可能只能吃地瓜 或地瓜葉 所以在 二次大戰 快要結束的前三年 那個時候台灣人生活相當苦 那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米 都沒有米吃啊 大家都是吃那個地瓜葉 或者是去挖草啊 因為那個米啊 都是優先怎樣 米都是優先給 給軍人吃嘛 米都是優先給軍人吃 那在台灣 你要有 糧票 你才能夠領白米 啊不然就 只能領那個番薯 韓吉啦 就是地瓜 那你怎樣才能夠領到白米 就是 你要申請黃明 你要申請黃明 而且 要日本政府批准喔 批准了之後你要改姓 好吧 我就再承認吧 我爸爸在日本時代就是黃明 因為我們改姓 我們的日本姓是什麼 給你猜 公本 就是日本武神 公本武藏 這個由來是這樣子 我爸爸是少數 少數台灣人裡面 能夠跟日本人一起讀書的台灣人 那有一次 日本他們很重視武士道 他們都會每年都會舉辦武士 武士道 武士比賽 武士的比賽 就拿那個用竹子做的武士刀 然後帶上那些盔甲 對打 那我爸爸 參加比賽 他打贏了 他本來應該要冠軍喔 結果日本人不甘願 日本人說怎麼可以台灣人拿到 這個全台灣武士 武士見到比賽冠軍 就說 下一個 破例 冠軍賽你要打贏就是 裁判喊停 才算結束 第二個 又上來 又跟我爸爸打 又被我爸爸打敗 第三個 再上來 還不頒獎 裁判還不說 你贏了已經 第三個也被我爸爸打倒 哎呀 日本人真的很無恥啊 你知道一年打了幾個嗎 打了八個 最後第八個也被我爸爸打倒 而且我爸爸越打 火氣越大 那個後來上來的都是 兩三下就被我爸爸一打就昏倒了 就像那個葉問說 我要打屬狗 我爸爸只打八個 因為 因為第九個他們不敢讓他上來 就因為第八個被我爸爸這樣一砍 昏迷不行 然後 沒有人敢再上來 那日本裁判只好說 好 冠軍 冠軍進 冠軍就是我爸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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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爸爸就像那個工本武藏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 這個 黃明化之後 日本披下來的姓就是工本 台灣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家族 能夠拿到工本這個姓 就是我家 就是我 我 我爸爸工本 哎呀 我這樣洩漏這麼多 大家會不會叫我什麼漢奸什麼的 那是時代產物 那個時候 你加入黃明 就有白米吃啊 我爸爸有五個兄弟耶 他們都要吃飯耶 都在長大 尤其像我們姓呂的 那些叔叔 姓呂的就是山東來的嘛 山東走 每個人都很高大 我爸爸為什麼能夠打 打贏 連續打贏八個日本人 日本人 跟我爸爸站在一起 簡直就是什麼 好像那個小孩子啊 小孩子跟 跟巨人對打 我現在才知道三國演藝 裡面寫那個呂布 三鷹大戰呂布 一定有一些人會有警覺說 三個打一個根本就是怎樣 以多欺少 但是我後來才了解 根本不是以多欺少的問題 你看嘛 就像日本人那麼矮小 跟我爸爸那個 根本就像巨人跟兒童在打 那呂布那麼高大 然後劉備、關羽、張飛 他們三個人 可能身高真的不怎麼高 然後站在呂布旁邊 就像兒童啊 巨人跟兒童打 三個當然不夠看啊 好像我爸爸一年打了八個耶 好吧 這話說回來 我們日本時代的心就是工本 那個 翁曉玲他們 他們其實翁氏家族啊 這個嘉義義族 那個他們也是大地族啊 所以他們也是有黃 他們也是 他們也是黃民啊 他們的日本姓就是公語嘛 也是兩個字 公語 那 要收藏漢奸嗎 大外省人現在 還有中共那邊的人 知道翁曉玲是日本人 現在一定怒不可惡啊 因為這個 這個 翁家真的替日本人 幹了很多事情 他們還有去南洋 我爸爸就沒有啊 我爸爸沒有去當日本兵 那個日本人 看我爸爸這麼強 我要打死狗 見到全台第一 也就是第一武士啊 全台灣第一武士啊 就是我爸爸 公本 後面就是我爸爸的名字 那 要抓我爸爸去當兵啊 我爸爸趕快 你們知道我爸爸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竟然 因為家裡有馬 大地主家裡當然都有養馬 我爸爸就去馬舊啊 用那個馬的糞便 把自己的眼睛 往自己的眼睛塗啊 塗到 就變成瞎子 然後那個 日本人看了說 哇 這樣瞎子怎麼打仗啊 就回去了 然後慢慢治療 慢慢治療 才又 才又恢復視力 但是我爸爸的視力 雖然恢復了 但高度近視啊 近視八百度 就為了不去 不去替日本人 打仗 不去殺中國人 所以幾乎把自己弄瞎 才有 才能夠 不做漢奸 但翁家就不一樣了 翁家幹漢奸幹得很快樂 看到這個 翁曉林他們翁家 到南洋那邊 這不用我說啦 電視上已經有說了嘛 我們就沒有 我爸爸就沒有把自己弄瞎 好吧 那 那 那話說回來啊 這個 欸這次羽毛球 台灣勝了中共 欸我覺得這 這是一個預言 因為 因為 因為你看喔 羽毛球 決戰 這個羽啊 簡體字 就是習近平啊 你看 簡體字 魚 是不是等於習 習近平 習近平上面是不是兩個羽毛 所以這個羽毛 羽啊 代表習近平 毛就是代表什麼 共產黨 因為就是毛澤東啊 毛澤東建立共產黨的 這個國家嘛 所以 這個就是為什麼 央視那麼重視 台灣跟中共 的羽毛球大戰 因為這個羽毛球 就象徵中共啊 象徵習近平 結果你看 決勝局 決勝局幾比幾 21比19 你知道19 19是什麼嗎 與習 近平三個字 比畫數剛好是19 習近平三個字 比畫數剛好是19 所以說 決勝局21比19 就是 誰被打敗了 習近平被打敗 所以說 這次 這次羽毛球大賽 的結果 台灣勝 中共 這個也 也預言了什麼 習近平如果想要 發動軍隊 侵略台灣 一定會失敗的 會失敗的 那我個人是覺得 中共 中共可能會被 日本 日本打敗 因為 那個 林陽配有沒有 他們 他們是不是 這是第二次了喔 林陽配 因為 上次得了東京 奧運 金牌 現在又得了 巴黎奧運金牌 那你們想想看 一次奧運是幾年 一次奧運是四年 兩次就是八年 然後 東京奧運 東京在哪裡 在日本啊 所以 所以 是不是把日本 扯進來了 日本 日本 羽毛球冠軍 林陽配 打 對戰中共 這個 梁 梁王配 日本 日本 牽進來了 而兩次奧運 一次四年 兩次就八年 而中日戰爭 總共有幾年 八年啊 八年抗戰 八年中日戰爭 所以說 這一次羽毛球 台灣勝中共 也代表說 日本 戰勝中共 也就是說 日本 將要 再度 發動 進攻中國 然後 習近平 他也很想 吃掉日本 他 他也迎戰 但是 最後是怎樣 日本贏了 而中國 就分裂為四個 中國就分裂為四個國家 這個 我忘記 這次 決勝戰 冠軍賽 總共打了幾局 就 總共打了幾局 那幾局就是 中共會分裂成幾個國家 是 是三局還是四局 如果是三局就結束了 那就是 分裂成三個國家 如果 四局 決勝 那就分裂成四個國家 但我 我比較傾向於分裂成 四個國家 就是 西藏 西藏那邊 一個國家 然後 江南 一個國家 東北 一個國家 再來 剩下就是華中 這樣 是不是剛好四個國家 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 不管怎樣 就是 這次羽毛球 我們 林陽配勝 梁王配 就代表 中共 完蛋了 因為 這些巧合 羽毛球 的羽就是 習 然後 決勝局 21比19 19 剛好習近平的字 此外 還有 除了 剛剛翁小林 明明是台灣人 假裝成外申人 這件事情也令人驚訝 再來就是 柯文哲 簡入 弊案 除了三大弊案 以外 他那個什麼 木可公司 還有很多 連他兒子也成立公司 他妻子也成立公司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全家都是賊 現在柯文哲讓人的感覺 就是這樣 愛錢 愛到這種程度 不會太離譜了吧 好 謝謝收看